We got our heads in the cloud Thought we got it or figured out 你好 我们是爱生活爱旅行的福旺家 大家知道我们回沈阳了 很多朋友要我们做一个大沈阳攻略 今天我们就给你做一个三天的沈阳旅行攻略 记得收藏起来吧 一朝发祥帝两代帝王城的圣经沈阳 有历史文化古迹清朝的一公两名 还有被誉为一座大帅府半个民国史的张氏帅府 沈阳为新中国工业发展创造了诸多的第一 中国工业博物馆就在沈阳 当然还有地方特色美食 很多值得被你了解和体验的地方 我们第一天的路线是大帅府 沈阳故宫和中阶 我们到了大帅府 这是民国时期奉旗军阀首领张作霖 和他的儿子张学良的官邸及师宅 在这里发生了很多震惊宗爱的事件 所以有人说一座大帅府半部民国史 大帅府里主要的建筑有大小青楼 这里发生了很多影响中国近代历史的事件 大青楼是张作霖亲自指挥建造的 堪称民国时期东北建筑的经典 这就是张学良和于凤志的起居室和卧室 里面应该是卧室 小青楼是张作霖为他最宠爱的五夫人寿司建造的 建筑风格中西河壁非常讲究 我身后的就是赵氏小姐的故居 张学良一生风流梯淌 但他的人生中最重要的两位女子 一位是原配夫人于凤志 另一个就是他的挚爱赵氏小姐 张学良辉煌而又坎坷的一生充满了传奇 中午可以去不远处品尝百年老字号 李莲贵熏肉大饼 吃完饭就到距离很近的沈阳故宫 就是圣经皇宫 沈阳故宫是清朝发源地 清朝的开国皇帝诺尔哈斯 皇太极的宫殿 特别有意思的是充满了东北满足地方特色的建筑 口袋防万字炕 烟囱立在地面上 喜欢清工具的朋友一定来看一看 女孩子在这里穿着格格的服装 拍一组照片也非常有感觉 从故宫出来不远 就到了中国最早商业步行街中街 已有近400年的历史 而今中街全长1.9公里 是中国最长的步行街 现在的中街 从建筑上可以看到一些历史沿袭的痕迹 但眼下它是一个拥有很多老字号的 现代化商业街 这里是一个逛吃的好地方 来到中街一定要吃个中街大锅 晚饭安排个老边饺子 百年老店的味道不妨尝一下 他家的锅包肉做的挺不错 这一天是有逛有吃有玩开心的一天 满满的行程 记得一定要早点出门 第二天的路线建议两个博物馆 在沈阳众多的博物馆中 我推荐两个博物馆 一个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博物馆 辽宁省博物馆 这里产品丰富多达12万件 其中镇馆之宝尤为震撼 在国内外都很有名气 还有志愿者定时讲解 非常值得来参观 第二个是中国工业博物馆 很多人知道沈阳有共和国长址的称号 而铁西区又被誉为中国重工业的摇篮 在沈阳产生了众多的新中国第一 走进中国工业博物馆 如同掀开了一个记忆的阀门 仿佛感受到我们的父辈 在那机器的轰鸣声中 挥汗如雨的劳动场景 那是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 这里保留着一份 有关中国工业发展历史的记忆 晚上又是美食时间 这里就是朝鲜民族风情集中地 你在韩剧里看到的西塔都有 逛吃很惬意 无论你是吃烧烤还是韩式料理 还是生鸡汤 人多的店基本上不踩坑 这几天我们为大家拍摄沈阳攻略 真的跑了不少地方 天气热要多喝水 小妹就用这个卷卷杯 给我们准备了酸梅汤 这个杯子软软的手感特别舒服 还不怕磕碰 好几个人看到我们这个杯子都很感兴趣 这个是两升的 小妹的这个是1.2升的 拎着非常的方便 我们现在就可以告别矿泉水瓶了 喝完水还可以给它卷起来 放包里 解放双手 而且这个卷卷杯的材质是奶嘴的材质 用这个装100度的开水和凉爽的冰水都非常OK 第三天的路线 前两天都是满满的行程 这第三天我们要放松一些 上午可以去清昭陵 北陵公园 这里是世界遗产 清朝的开国皇帝皇太极和孝端文皇后的陵寝 富有满猛汉族融合的建筑风格 特别的不一样 如果有时间来得及 你对历史也感兴趣 可以再去清福岭 沈阳东岭去参观一下 沈阳的公园环境很好 如果冬天来可以玩各种的雪上项目 这个下午就可以去放松自己 体验东北喜遇了 一个解乏舒服的泡澡 晒过活身仙 吃喝玩乐 应有尽有 沈阳市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它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 热烈浓郁的特色美食 东北独特的市井风情 还有四季分明的气候条件造就的自然风光 都值得你来探访 这就是福岸家的房车生活 你喜欢吗 如果你喜欢 请关注并长按点赞支持我们 我们下期再见